現在星級飯店全面搶工的是 異國料理的異元商機 拼的是東南亞特色菜 有的飯店特別請到了當地的主廚 端出高級的宮廷料理 用各種香料搭配 也激發了多層次的味蕾饗宴 另外有飯店主打的是東南亞的家鄉味 包括泰國從南到北的特色家常菜 泰國主廚熟練拌佐料 除了新鮮香釉 還有香茅 洋蔥 特殊的椰蓉 薄荷葉 和皺皮檸檬絲 各種香料齊聚 滋味複雜又難以抗拒 最後放上大火炭烤的明蝦 宮廷泰衛正式上桌 米餅浇上奶香酸辣蝦 咬下去香Q脆一次滿足 旁邊的芒果蝦醬配著炸豬肉洋蔥絲 層次實在豐富又清爽 百變的香料組合讓每一道都有煙火般 新奇的味蕾體驗從口中炸開來 甚至擺盤也滿足視覺 妥妥當了回東南亞公主 不過想生根當地 除了黃氏宮廷家庭香料料理 也進到台灣來 像是這一道豬頸肉串淋上魚露羅旺紫醬 吃上一口 嗯... 非常多女飯是泰國媽媽們的拿手好料 另一家飯店直接走進東南亞後廚 把家常菜全部端上來 光是這個吐司抹豬肉泥裹蛋一煎烤 配煎膩的蘿蔔酸菜醬 你一定沒試過 雞肉綁上斑蘭葉除了肉質更多了層青草香 特殊的還有清燉Tomsong蝦湯 香茅 南薑味 直沖舌根 要客製化調味 旁邊八種Sauce 自由創作 最後這道色彩豐富的鴨肉沙拉 則是泰國東北的專屬料理 平常在市場上 大家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宮廷料理 也希望能夠帶出真正的泰國菜 泰國的精髓 然後遍其從北部到南部的菜肴 一開始推出這個料理這個活動 我們就增加了三成的定位 新奇飯店改封香料大戰 用調味抓住客人口味 更要抓緊東南亞料理的一元機會 都是財心碗毛膠品路啊 真太薄了 深海經二十四小時故事直播